开井后点燃分离器出口火炬 当时井口压力为18.2兆帕 技术员调整分离器管汇真行阀 开启度在8至10 4.76至5.56毫米之间 此时分离器压力1.2兆帕 观察一段时间后 技术员离开分离器 操作人员现场观察压力 观察30分钟左右 安全阀突然打开 发生分离器超压事件 2.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 分离器压力逐渐升高 达到安全阀开启压力 造成分离器超压事件